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节活动操是为了我们在进行太极旋的练习之前将周身各个韧带拉开 避免在练习中受血伤 另外也便于气血的运行 肩关节从小幅度到大幅度 逐渐动作加大 肩关节活动对于我们的颈椎病和肩周炎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 最后加大幅度做一下扩胸正臂 下臂转腰 最大幅度的身体向后转 拉伸你身 拉伸你身 拉伸你身体的脊肢关节 轮臂拆打 周身做一个放松的对肩部的一个调整过度动作 周身身做一个立体向处 反过去 三颗端节直起来 移动下 移动下 直起来 右肩图 腰间 右肩图屁肩 右肩图屁肩部的四肩图屁肩 左肩图屁肩 两脚并组 手扶膝盖 劲大幅度的拉开 向右 两脚分开 同时向里 向外 好 膝关节 向里合 好 放松一下 做踝关节 两手插腰 左脚 好 换右脚 好 摆下块 提起来 向左转 向右转 提起来 向左打 向右打 好 最后 做下引体向上 老整周身 吸气 脚跟离地 放下来的时候 呼气 放松 再来一次 吸气 呼气 放松 好 活动完毕 首先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昨天所学过的动作 启示 慢慢地捆起来 双手 双手下按 屈膝 松胯 金刚倒对 于重心 身体右转 来脚尖 提膝 开步 走下弧线 往前捧 上步拖掌 垫拳落下来 启 启 启 懒扎一 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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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松 下面 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 并把今天所学的动作展示一下 启示 松胯下按 重心右移 身体左转 移中心排脚尖 提膝 开步 走下弧线 往前捧 上步 拖掌落下来 金刚倒对 起 正 揽扎一 穿掌 分 交叉合手 开步 左转 左转 左上步线 拉开 继续 今天所学的动作 接手下驴 移中心合手 六分四臂 拖掌 单边 看看步方向 成长于中心 穿掌拉开 单边 是 下面坚守 两手往上盆 拖掌 松胯 松胯 摆左脚 脚尖 上步拖掌 落下来 金刚倒对 穿掌 收左脚 退步下分 收步合手 退出 后脚拉开 白额亮 去 收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四个动作 六风四壁 揽扎一 左手 从腰间 来接右手 抬起来 一 接住右手 二的时候 两个手同时往下捋 重心往左腿上移 移中心 两手走至身体中线的时候 重心开始右移 然后手继续往上翻 合于左胸前 两个手在这里像抱一个球一样的 然后同时 用上你腰当的腿上的力量一起 收步 推掌 六风四壁 好 我再做一下 接手的时候 一接手 二通过沉间对手往下捋 三的时候 移换重心 合手 手合于胸前 四的时候 推掌 收步 这时候来做到 头往上顶 胯往下松成 手 向前推出 背向后 拉起来 这个时候脚下的距离了 刚好作为 你看 钉子步以后 一脚的距离 然后拉过来 手推出去 六风四壁 下面 下面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第四个动作 六风四壁 首先 做到揽扎一 拉开 手 一接手 所以胯表起来 沉下去 对 接住手以后 两个手同时往下捋 就像抓住对方的手一样 往下拉 这时候重心压到左腿上 站到七分力 两手也合于胸前了 好 三的时候 一中心 手继续往上合手 合于胸前 好 这时候往上顶起来 推掌 收步 同时做 走 收步 推掌 好 注意下绳法 头往上顶 胯往下收成 手 往前推出去 背往后 撑起来 做到前后 左右 都有个造物 同时六风四壁了 推出去以后了 右手占了六分的力量 左手占了四分的力量 好 收 好 我们一起再来练习一遍 六风四壁 朝 接少 双手下捋 三 一中心合手 四 出去 放手 练习城市太极拳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 城市太极拳对七贯部位的要求 要求做到立身中正 简单四个字 也是我们跨步以上所有的动作做的时候来 身体不能身体往前倾或者是歪左歪右斜的保持身体的中正 呼吸呢 呼吸呢 一定要保持顺畅 自然 这是我们对躯干部位的要求 下面我们来做几个动作 做到立身中正 对躯干部位的要求的时候呢 很多人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做到弯腰 撅臀 在这里我们来做几个动作来做一下示范 来我们做一下撇身拳的动作 从金刚倒对 走撇身拳 走分 好 开步合手 这个时候开步的时候呢 很多人容易了 因为腿部支撑力量的不足 把动作拉开 身体往前倾 或者是臀部拉起 撅起来 就做不到这个立身中正 立身中正的要求是从胯部以上 向上 拔直 让你的脊椎骨 有一种 头往上轻轻领起来 因为我们下面还有要求 屈膝松胯 胯是往下松沉的 将你的整个脊椎骨呢 上下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拉 比如说有一些 颈椎病啊 或者是这个 腰椎间盘突出吧 就是我们这个上下的一个拔劲了 对他的这个治疗呀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然后我们再做一下 左右后铝的动作 你看在左铝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呢 是通过胯的放松 用胯的松度 带动他的身体来转动 而不是说用我们的腰在这里 在这里扭 然后拉到你的胯一松 身体保持立身中症 然后再往后捋 他一拉 然后这个时候呢 松右胯 身体呢 并没有做到倾斜 歪 然后再拉开 对 好 在做鞋身拳定势的时候呢 用手臂向外拉的时候呢 通过腰的松动 看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求做到 头部 膝领顶进 身体它也是立身中症的 只是把你的肩 倾斜往下一压 肘往下一拉 顺着肘肩 去看脚尖 这是我们对躯干部的要求 不管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呢 不要做到左歪右斜的 保持身体的一个上下扒直 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五个动作 单边 首先 六峰四壁 两手的掌心相对 将右手拉于左肘的里侧 同时 左手手心朝上 拉回来 二 送你的右手的时候呢 顺着你左手中指 指端 向前送出去 右手很自然的变勾手 打开 将你的左手 放于小腹部 三的时候呢 向你左侧方 开步的方向 看出去 同时提收左部 提起来 然后同时将左脚里侧平踩 向侧方向 开出一大步 四的时候 把重心移过去 做到八字形的转当要求 然后再回重心 同时穿出你的左手 五 将你的左手向侧方向拉开 同时把你的右脚 同时把你的右脚脚尖向里扣过来 做到松 沉 稳 做到头往上顶 单边式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第五个动作 单边 六风四壁 一 手心往里 收手 左手 拉出去 掌心朝上 右手呢 收于这左手的里侧 二 用你的勾手的手背 向外合出去 打开 拉开 这个时候呢 动作是一个开的动作 很放松的 手腕领近 提起来 住到唇肩 最整 提手腕 左手的掌心朝上 放于小肤前 三的时候呢 收步 合 向你的左侧方看出去 同时来用脚 底侧蹬出去 开步 四的时候呢 把重心移过去 同时眼睛目视前方 回中心 重心又压到你的右腿上 同时将左手穿掌拉出去 好 移中心的时候呢 把你的右脚的底侧 向你扣过来 打开 打到于肘相平的位置的时候呢 心体下沉 左手的掌力起来 右手的勾手 手腕领起来 单边 左腿占七分力 好 收 好 我们一起再来练习一遍 一 二 勾手打开 三 提膝开步 四 慢慢地移中心 回中心 穿掌头往上顶起来 走扣右脚脚尖拉开 往下 收 收 下面 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六个动作 金刚倒对 单边 通过松肩 坠肘 勾手变成掌 走下弧线 接左手 一 唇间坠肘 接左手 二 两个手同时想上棚 重心往右移 走上弧线 好 继续 松你的左胯 同时摆左脚脚尖 然后蹬地移重心 接前面的金刚倒对 重复做 右手 右手放于右膝盖的外侧 上方 左手手心朝下 上部 拖掌 拖起来 左脚放于左前方 轻轻点地 手掌心朝上 往上拖起来 左手搭于右手臂的臂弯里 然后 由掌 变全 右手 然后轻轻地落下来 放于左手手中 头往上顶 做到屈膝松坏 立身中正 同时提膝举拳 正脚 金刚倒对 重复前面的动作 下面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第六个动作 金刚倒对 首先 拉开单边数 一 松肩最左 手肘下弧线 接手 二 想上捧 就像接住对方的手一样 往上捧起来 好 松左胯 摆左脚脚尖 转方向了 摆脚尖 好 上部拖掌 拉起来 往下落 头往上顶起来 做到屈膝松胯 起 字 金刚倒对 好 松 再来一遍 一遍 单边 一 走下 向前接手 二 往上横 三 松胯 排脚尖 上部拖掌 落下来 起 起 正 松 下面 我们接着来学习第七个动作 白鹅亮翅 接上一个动作 金刚倒对 重心左移 继续向左侧方 穿掌 一 二的时候来 收你的左脚 同时 左脚向侧后方 以脚尖 为落脚点 推掌 分出去 一 退了一步 二 左手向上 右手走下弧线 收右脚 交叉合手 退右部 同时重心往右移 扣左脚脚尖 然后手拉开 上护头 下护膝 打开 白鹅亮翅 同样做到 虚领顶劲 立身中正 手臂捧圆 下面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正面动作 走 一 向左穿掌 二 收部 向左侧后方退出 一 把动作打开 这时候重心放在右腿上 身体摆正 二 左手向上 右手向下 在胸前交叉合手 收你的右脚 同时向右侧后方 退出一步 这个时候呢 重心放在你的左腿上 重心继续往右移 手臂向外旋转 拉开 同时扣你左脚的脚尖 收左脚 打开 白鹅亮翅 右手向上膨 左手往下按 按于左腿的外侧 白鹅亮翅 这里面要求一点啊 就是我们在退步的时候来 尽量沿着支撑腿的理侧 以脚尖为主 向侧后方退出 收部收回来 沿支撑腿的理侧 向侧后方退出 拉开 收部收回来 这是白鹅亮翅的退步动作要领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第七个动作 白鹅亮翅 首先 金刚倒对 走一 穿掌 收部 退出去 一 撕起来 二 交叉 交叉 合手 收部 走 退出去 走 后脚拉开 收 左脚打开 白鹅亮翅 收 正面的演示动作 我们再来一遍 金刚倒对 走一 穿掌 二 收部 退步 分掌 拉开 注意手上下 先合 撑出去 要过了 把它放在里面 撑出来 二 交叉 合手 收部 退出去 好 扣脚 打开 白鹅亮翅 冲 下面 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几个动作 一起连起来 练习一下 来 扎一 走六风四壁 接手 双手下鲤 移中心 合手 收部 背掌 头往上 挺起来 走单边 一 收右手 二 把右手打开 拉出去 脚三 收部 开 四 移中心 再回中心 穿掌 拉开 同时扣右脚 脚尖往下 松 一 从下面 接手 二 往上 捧 松 左 胯 白脚 接上部 走 脱掌 往下 落 金刚 绑对 起 正 来 额亮翅 穿掌 收部 退一步 先下去 交叉和小收部 退两步 拉开 白额亮翅 好 双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养生 关注健康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也使人们意识到 要想生活的健康 该出去运动一下了 但是您知道 最佳的运动时间吗 一般来说 只要不再吃饭前后 或者是临睡前去运动 其他的任何时间 都是可以进行体育锻炼的 但是有些朋友呢 就喜欢在清晨去锻炼 因为在清晨的这个时候呢 人们在经过了 潜睡到深睡的阶段后 肾脏就会停止 分泌的工作 这个时候去运动呢 就会使人很快地 感觉到精神饱满 这样呢 也能够有利于 一天的生活和工作 但是运动量不要过大 你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来做相应的调整 科学研究表明 早上8点到12点 或者是下午2点到5点 我们肌肉的速度 以及耐力 都会处于最佳的状态 这时我们的体力 以及我们肢体的反应敏感度 和我们的适应能力 也会达到最高峰 我们的心率 以及血压上升率 也会相对于平稳 在这个时候运动呢 确实是大有好处的 所谓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天之际在于晨 早上起床后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 这时呢 对我们的血液循环 以及对我们的生发阳气 都是大有地义的 其实呢 不管是黄昏去锻炼 或者是清晨去锻炼 只要您养成锻炼的习惯 并且持持以恒 您都会受益匪浅的 当然了 人和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最重要的是 您要了解自己的生物中 从而来确定 最佳的锻炼时间 希望今天的节目呢 能够给您带来帮助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